20萬人民幣喔 可是他在英國賣多少錢 讓你猜猜看 猜錯了 只有90萬人民幣而已 你知道一下一差差三倍 所以也差太多了吧 對啊 所以你看 中國當初本來想說 我就讓你賺一點 你也讓我在你那邊賺一點 沒想到你現在給我跨海 我當初給你用紅酒制裁 你現在德國的太陽能 還是說歐洲的太陽能 給我跑去美國告 好 我連你一起算進來 所以我現在控告你反壟斷 哇 他們的車艙嚇死了 趕快去降他的折數 你看像Jaguar 差不多降20萬人民幣 可是一個賣260萬人民幣 在英國只賣90萬人民幣 你覺得這個價差降降夠嗎 所以官方也還在開 那剛剛瑞涵講到 為什麼世界各國這種大廠 都要跟中國低頭 因為奧迪喔 大概全年的銷售量 有三分之一落在哪裡 落在中國 哇 這麼大 你試試看嘛 我不讓你賣 你試試看 你就要試一下就好 試一下整個就會開始很擔心 我跟你講中國大陸的有錢人 真的真的好多 我每次去廈門 那個如果有逛到咖啡一條街 那一條街20輛的車子裡面 大概有18輛跑車吧 對 所以你看他轉 很恐怖耶 消費力量真的很強 要不然你想想看 差三倍的車價 他為什麼不買國產車 他要去買進口車 而且他就是要買貴的 對 他就是要貴的 所以你如果賣那個價錢 他也不要 對 所以車沒什麼 他就是要貴啦 又是要貴 就大陸現在都有炫富的心態 對 可是你這樣子 其實賣進口車會賺很多 可是中國大陸就認為說 好啊 你既然要大家來玩這一套 我也跟你玩 他連賓士車都玩 所以你看賓士跟奧迪 降價的percent大概到15到38個百分點 可是實際上他會要跟大家講 其實就在中國大陸賣的車價來看 還是比他們原始原生產國 還要貴的很多 所以中國大陸這只是剛開始 但是剛開始 就讓我們太陽能產業 有一點點希望了 因為現在是初判 然後希望不要判得那麼重 其實我們太陽能產業 以目前來看 就剛剛阮老師所提到 蠻多個股其實都是蓋頭反壓 都是均線蓋頭反壓 這個是漢威必須講 所以我只能說 有機會做一個反彈 但是你說要在這邊做一個 就結束雲淡風輕 可能還是要看他們貿易大戰 不過因為剛好7月份營收公佈 我們大概就看一下 其實不管是像碩盒 或者是綠能 或者是新日光 其實它7月份營收都還算 維持一定的水準 像碩盒跟綠能 它是出現月增增增長 連增也都是增增長 那新日光雖然是負的 但是因為它的營收市裡面最大 是20億 大概7月份20億 所以它還是比6月份衰退來講 減少很多 這個重點來了 就是剛剛瑞涵問的 為什麼太陽能會做反彈 因為新日光也講 我就是分散風險 我不要出美國出貨這麼多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其實它的營收是在這邊有做一些改變 再加上因為最近股價下跌來講 其實太陽能整個族群的本益比 都稍微有一點降低 所以我覺得有助於它的基本面反彈 以現在這個太陽能族群來操作說 我會建議大家 以新日光或者是碩盒 像這種本益比相對來講 比較獲利相對比較合理區間的 來做一個強反彈的動作 但是如果你手中有套牢的話 我會建議你不一定要在這邊加碼 但是可以利用反彈的時候 如果你心理壓力很大 可以順勢做一個調節這樣 漢陳 坦白說 如果今天我是太陽能的投資者 我寧願等一等 因為今年的12月份才中判 那中判也不知道 到底美國會不會降低一下 因為中國硬起來 可是台灣沒本事硬 只能沿你一些的條件說 所以你覺得要不要等到12月份 快靠近的中判 有結果再來說 我覺得以太陽能族群的操作來看 你可能要看短跟看長的 對 短的話可能這一波跌到這邊 應該是有支撐的 你看已經有一些利空已經不跌了 所以它有機會呈現一個反彈 尤其是業績比較好的這些公司 它要率先去做一個反彈 可是反彈幅度會不會很大 我想也不會到很大 然後所以它會在這邊做一個震盪 反彈的短彈不是回升嗎 對 對 對 所以如果說你是做短的人 也許你可以搶一個反彈 可是你做長的人就像你講的 我可能就等到那時候 或者現在業績盪下來了 是不是還有一些低點 我再來做一個考量 所以有一時候法人在換股操作 低基期 太陽能就算很低 短時間它也不會去動 對 所以你還是要從產業面去看 這家公司到底未來的展望是如何 說到產業面剛剛漢城有補充到 像包括了麵板 低潤對不對 在現在都是未來產業面還不錯 廣告前我們先補充一下美光 昨天的美光的股價 突然間大漲2% 連續2根的紅K棒 所以今天的跌潤股 低潤股的表現 今天買盤再加溫 然後外資美林又說 面板未來會有三大利多 所以面板股今天就算跌 跌幅也縮小 再加上面板的周邊 最近短短的補充雙低 今天因為抗跌 未來性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低潤族群的一個部分 低潤的情況 尤其是今天剛出來的 所謂的合約價 8月上旬的一個合約價 其實整個是從低檔往上去做一個坦升的 漲幅差不多有6.45% 為什麼低潤爆價在第三季還繼續在漲 對 這是合約價的部分 因為一般合約價它會落後於現貨的一個部分 所以它現貨現在還處於一個高檔 而且還在漲升的一個階段 所以當然現貨價也會這個合約價也會跟著上來 我問你一下現貨價 現貨價就市場上現在什麼價格 它就是跟著波動 現貨價我印象中 上上個月第二季左右都見到歷史新高了 現在第三季7月份的現貨價還是再創歷史新高嗎 對 還是維持在高檔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邊來看低潤的一個價格 尤其今天報紙也提到 整個iPhone新機要出來 市場需求非常非常的大 再加上我們之前跟大家提到什麼 PC的換基潮有沒有 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對低潤的一個需求也會躍升上來 NB的部分來講也是一樣 所以從低潤的一個角度 你可以看到說未來的一個需求 供給面來講還是占有優勢的 所以這邊來看低潤個股 為什麼最近還是可以呈現一個 比較穩定的一個狀況 甚至像華爾科 你看華爾科的現行 也是經過一波的一個回檔之後 就回到基金線的這個位置去 已經可以獲得一個支撐 你從這張表基本面 你可以看得到說 它的本益比非常非常的低 只有7倍左右而已 所以以這樣的預估來看到 其實它就算在這邊漲多了 它經過震盪整理 我認為它還是有機會上去的 那另外今天至上算是蠻強勁的 因為今天是除息的一個情況 那至上來講 因為它受惠到三星的一個格局 就是三星現在釋放出 包括MLA的一個部分 跟低潤的一個部分 去在整個大陸去做一個銷售 所以反而它在第二季的一個 獲利表現來講 也有機會耀升上來 所以你看到說它的一個現行 也相對在低檔加威區 呈現一個上來的格局 所以反而這類股票來看的話 它還有低位階的一個優勢 就比較有機會往上去做一個 彈升的 那面板現在呢 對 另外在面板的一個部分 我們看到說這個面板的一個情況 尤其是這一部分 是最新8月上旬的一個報價 8月上旬的報價跟7月下旬的報價 是持平的 可是你知道嗎 整個報價來講是從5月份 開始往上去做一個推升的 其實今天美林也提到說 面板有三大的一個利多 什麼利多 第一個叫做ASP 平均價格有機會做一個彈升 第二個就是在於 公司的產品組合 它去做一個優化的一個情況 現在來講不是大家在談說 65寸的一個面板嗎 銷售不錯嗎 其實最近我在跟我朋友 一個中研院的朋友在聊天的時候 他說他現在如果要換電視 他原本是2寸的 他還想說換55寸的 65寸的 因為可能現在來講 這樣的一個尺寸 比較適合大家的一個 所謂的觀賞的一個程度 所以組合優化的一個情況 使得這個產業面來看的話 跟個別公司的一個影響 就有機會往上去做一個彈升 第三個就是在庫存的一個水位 現在是合理的水位 是非常低的一個情況 所以對面板來看的話 應該還是後續 有一些比較好的一個趨勢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說這張表 包括像彩晶 彩晶今天也蠻強勁的 外資買超是第一名的 其實如果說以他的一個 獲利角度來看的話 本益比算是所有的一個族群 裡面最低的 只有6倍左右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說 包括他第一季的EPS 0.37塊錢 而且現在還有含全息1.3塊錢 他除息0.15塊錢 除權1.15塊錢 兩個加起來是1.3塊錢 如果說以今天的一個收盤價來算的話 除下來只有10塊錢左右而已 所以以在這邊來講到股價算是非常的低 而且新產能就是病毒核心的新產能 還是有時逐步去做一個開出的動作 毛利率還高達3成 你知道有達的毛利率只有7個% 群創毛利率只有10個% 可是彩晶可以高達30個% 所以毛利率非常非常的高 好 營業率來講將近18個% 所以從現行角度你可以看得到說 這邊也是橫向震盪整理的一個態勢 股價來講在外資的買超市下 應該就有機會逐步去做一個攀升 另外全台的部分來講本益比也不高 11.9倍而已 很重要的是今天也公布 第二季的獲利EPS達到0.14塊錢 整個上半年也是0.35塊錢 所以屬於獲利的公司 所以股價來講今天也非常強勁 感謝漢城今天盤面上的一些的抗疊股 在壓軸的跟您做一下補充咯 待會兒回到現行之後 您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機器人好厲害 除了會救災 打掃的機器人還可以幫你殺菌 怎麼做到的 更猛的是這個機器人 它就是機器戰警 在你家哦 看門 防小偷 速體 舒適 我心我素 男人本格 超跑系電弧刀 買指定機種 送好禮 再抽東京來回機票 旅行好玩嗎 天氣會不會很熱啊 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地方嗎 什麼意思 一杯咖啡能帶你去多遠 哇 萬家鄉海山醬 雞塊薯條沾一點 蘿蔔糕蛋餅淋一點 乾麵炒飯加一點 樣樣來一點 台灣這麼早的 萬家鄉海山醬 您現在收看的是前線百分百 每個彎道 每次入島 每段加速 和福特Focus ST 一同心跳 一起呼吸 錄的節奏 由我決定 福特Focus ST 歐洲原裝限量道港 歡迎光臨買縫 好繳費 全部自己出嗎 不然咧 幹嘛不讓富邦幫你出 全新台灣大哥大 預計聯盟卡 刷卡消費1%回饋 折疊電信賬單 無上限 花費要人幫 刷卡刷富幫 每個彎道 每次入島 每段加速 和福特Focus ST 一同心跳 一起呼吸 錄的節奏 由我決定 福特Focus ST 歐洲原裝限量道港 哇 哇 用料最實在 橫桃第一站 中文坡多 海酒花雕雞麵 麻油雞麵 整首整個禮拜 好兄弟一定玩意 等大家 都有不必哦 您現在收看的是 前線百分百 我回來了 因為傢伙讓世界 聽見我的歌聲 伸出您的元首 許多弱勢孩子 也會因為您的幫助 找到孤寵回來 每到出現意外的時候 救災人員總是最辛苦的 所以救災好家在現在 捍威啊 聽說日本有一個蛇型機器人 救災很厲害的 對 為什麼會發明這個機器人 因為回顧到很多大地震 很多救援的國軍 或者是救災人員 他們又在斷垣殘懷之中 去找尋一些 可能還可以搶救到的生命 其實他們也冒著風險 萬一再震一次的時候 其實會讓市場 在旁邊的人都會有一點危險 如果這一次高雄氣爆 我們叫蛇型機器人去 不要我們救難弟兄去 就不會有那種 對 搞不好先去下水道看一看 對嘛 那蛇跑下去 是 為什麼它可以跑進去 第一個 它長7.9公尺 寬只有2.54公分而已 2.54公分 所以說真的像一條蛇一樣 而且它可以潛入到 比較危險的地區 傳回那個比較及時的影像 至少我們可以觀察一下說 現在下水道冒煙 有可能是什麼樣的狀況 但這個能不能御用上 不是說可能還要有一些探討 但至少說在這些方面 救災 防災 它至少可以讓你看到一些 及時的影像 它其實參與過美國停車場 這個坍塌救援的行動 所以其實對於一些比較危機的處理 或者救災來講 是會有比較很大的幫助 那第二個就是 美國海軍新發明的 這個滅火型機器 因為我們在想說 可能因為美國有時候會去一些戰事 或者是有一些恐怖性的這些攻擊 那主要是海軍出資 由這個福吉尼亞理工學院 去做一些共同研發 除了有這個特殊的感測器之外 它有一個紅外線的這個錄影機 能夠駕駛船舶 偵測這個煙霧的情況 幫助這些海軍 艦隊 因為他們在海上其實蠻危險的 萬一發生一些火災 或者是在危險區域 比如說我今天 就因為美國常打仗 有時候也會有一些恐怖攻擊 萬一真的不行的時候 它就會派這些機器人 來去做一些救援 其實美國說到滅火真的很需要 因為美國他們地大 我就看過好幾次什麼加州 哪裡森林大火 那森林大火一燒 那個是一發不可收拾的 對 而且其實我們看到火 我們都覺得很簡單 水潑一潑 如果你有看過一些電影就知道 當它閃燃的時候 那有時候也是就像瑞蘭講的 有時候能夠弄一些機器人 然後避免一些生命的 這個產生危機的情況 其實也是很蠻必要的 有一時候都還要把樹砍到一條道路出來 讓它不要繼續燒 那如果人去或什麼就危險 你機器人去弄就OK 對 其實有時候我們沒有經歷過 不一定跑得掉 但是機器人就是幫我們比較一些風險 舉個例子來講 好像還有個防災型機器人 比如說這個也是美國剛剛那個大學 佛吉尼亞理工大學的研發 它輕便 它又有敏捷 具有感知能力 而且它有一個人機界面的技術 就是很好操作 能夠推斷出操作者的意圖 這個可以有機會運用在什麼 我是舉例 當然我不希望發生這樣的災難 就是那時候日本福島的核災 有沒有 我現在要去灑水 但是因為那都是 那已經曝露在很危險的情況之下 你叫人去 那幾乎就是那個人沒有辦法活著 或者健康的回來 可是如果這時候機器人 能夠用人機界面 來去做一些所謂的防災 或者救災的動作 他又能知道這個人 叫我要丟水的時候 我就丟水 可能會比較有所幫助 當然這個我覺得它循序漸進 會慢慢的做越來越好 現在有一個更好的 因為不只救災辛苦 媽媽在家也很辛苦 現在爸爸也要學著辛苦 因為大家都是雙親家庭 不能說只丟給媽媽做 但是媽媽也累 爸爸也累 那有沒有媽媽累爸爸的 有 現在這個韓國這邊 它發明這個叫做 所謂的家庭用的機器人 它有分兩種 一種是有水的 它這個很好玩 叫做這個450 450這種它就是有水 它就是清水跟髒水 它可以幫你做一個區隔 然後一邊就是給你做清水注入 一邊做髒水刮除 所以你可以有高速的這種 這種輕速的功能 而且還有三段式的這種洗地的功能 號稱可以減少99.3%的細菌 所以不是洗地板 哇 這樣洗地板 是是是是 而且因為現在這機器人都很好玩 你碰到那個眉眉嘎嘎 甚至你把它放到一個平台 比如說它這邊走過去沒有路了 它不會這麼笨掉下去 它會自己返回來 然後就去別的地方去幫人家 一直清潔一直清潔一直清潔 所以它每一個角落都會觸及得到 對 而且你要知道 其實你如果有拖過地你就知道 其實以前那種拖把 然後還踩踩踩 轉轉轉 很累耶 雖然說鏟得很輕鬆 那如果是用海綿是刮刮刮 上面都是髒的東西 你要用手去把它刮下來 你真的有做家事啊 就是有看家裡人做過 這我不敢講謊話回去又被罵 說你根本就沒做 你又上電視說你有做 但是有這個機器人之後 我可能就會考慮一下 讓這個可能長輩啊 爸爸媽媽或者老婆 或者我自己不要被罵 就不用那麼辛苦 讓機器人去做 那第二個是比較特別 它是雙反旋轉式的這個刮刮 有效分解地上上的這個碎屑跟灰塵 因為其實你有掃過地你就知道 最難掃的就是那個毛屑 有時候它又飛起來 然後你好不容易掃起來 它又飛起來 還有告訴你那個頭髮超麻煩的 就是頭髮 頭髮根本就掃不太起來 這很難掃 對 所以你看它可以解決 毛髮纏繞的問題 因為像日常都自己做 你拖地就知道 你沒有先掃過 我真的自己做 你怎麼拖 那頭髮都會一條給你黏在地上 你清不起來 對啊 你如果每次都這樣彎腰去清 其實你會覺得好累 我剛才拖一拖就算了 我都用那個毛衛生紙 或者是抹布弄虛 然後把它下去轉圈圈 它就吸起來 你講到重點 你看它叫什麼 雙反向旋轉廣交 它就是用轉圈圈的這個方式 清潔力可以大幅提分至50% 所以以前你是自己拿抹布 如果在那邊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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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個機器人可以幫你轉 我想大家可以留意看看 如果這個單價雖然說不便宜 但是魁國大哥很愛他的老婆 那我也要效仿他 一萬多塊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要買回家 來試用看看 如果好的話 一台一萬多塊 對 一台一萬多塊 好貴喔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能讓媽媽也開心 爸爸也開心 阿公阿嬤都快樂的話 我想這個一萬多塊 還是花得有價值 我確認一下 他說還可以殺菌就真的 對 殺菌是第一台 就是因為它有水 它可能在水裡面 可能或者是它利用一些 紫外的光線 或者你在水當中 加上一些清潔液 可以幫助你達到 殺菌的這個效果 好 感謝漢威了 真的光看他介紹 已經夠厲害了 更厲害的是這一個 我們大樓 不是都會有請警衛大哥 來過24小時輪班 也真的很辛苦 不用了 機器站井 在你家的大樓 當警衛 葵葵大哥 他第一個 他可以全天候工作 他不必要休息 第二個 他的一個 能在危險環境的情況 工作之下 他不受到傷害 因為他的耐熱度 耐溫或什麼都比較強 那最後就是說 他的成本相對較低 他不容易分心 聽話 你知道做什麼就做什麼 像一些 他不是不容易分心 他從來不會分心 從來不會分心 對對對 我們似乎把機器人 我們似乎有點人性化 好了 那這種情況 所以機器人 在大樓當首位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他真的就是一種 很堅強的一個堡壘 就好像說 全球最大的一個保險公司 叫G4 他研發了一個機器人 他能夠夜間巡邏 在辦公大樓 也能辨識正常的一個情況 環境 跟異常的狀況 所以我認為機器人 未來會取代很多人類 他不能做的 或是做得很辛苦 有風險 都會替代品 那監獄也是一樣 現在監獄很多的機器人 他是韓國首創一個機器人 他當監獄的獄警 他還做管理的動作 因為你怎麼打都打不過他 你怎麼可能打得過他 因為我問你 因為監獄偶爾會出現暴動 那所以暴動一堆的犯人 去打那個機器人呢 我們想這樣講 機器人是沒有生命的東西 他怎麼怕你打 他說今天只是說 台數一個人能對幾個機器人 如果今天你犯人多 他機器人多 你怎麼跟他打 他又不會死 他一拳可能就把你打昏倒 可是我覺得這些都不奇怪 其實真正的最特殊的就是 現在據說機器人還可以當老婆 當老婆 真的假的 我跟各位講 如果說 我現在跟你講說 機器人當老婆 可能大家不相信 但是我們看這張圖表 加拿大的美女機器人 各位你看一看 加拿大有一個日益的科學家 叫李特朗 那他在這邊發明一個機器人 花了三萬英鎊 製造一個機器人的女友 他的臉跟他的身體 有那種觸摸觸感 他只要有那種觸摸的感覺 就好像說機器人 你看到都想像都是鋼鐵的 對不對 他也許這外頭 給你用那種所謂皮啊 或是這個所謂的塑膠皮 或是人造皮 有彈性就對了 有彈性的東西 同時他受到關愛跟傷害的 刺激的行為的時候 他會做出自然反應 所以你打他他會生氣 你打他他會生氣 你抱他他會哀哀的叫 你再做一些親近的動作 他也許會有自然的反應 所以你可以跟他做親密動作 可以 現在機器人已經到這個地步 而且他如果說你把軟體升級的時候 你還可以享受性愛的生活 不是真的還假的 是真的 現在已經發明到這樣子了 已經發明到 而且他是花了三萬英鎊 對他三萬英鎊多少錢你知道嗎 多少 對啊 如果我們換算三萬英鎊 比美金還高的話 這一台的至少都是上百萬 一個機器人至少是上百萬以上 你看美金是90萬 那英鎊比美金還會責換更高的話 這是上百萬 而且我們講句坦白話 很多人小時候 他是不是都很喜歡娃娃 對 你看這個機器人 你看這個 他的女朋友 就像個大娃娃 你怎麼可能不喜歡 他會動 所以基本上 我們從小到大 會覺得很多事情是不可能的 但是經過了一些 921的大地震事件 或者這個所謂三一的海嘯 或者很多的一個 大的這種天災人禍 現在沒有不可能相信 所以我認為 機器人將來一定會成為 時代主流 但是我有一個懷疑 據說機器人將來 可能會生小孩 這個部分 我倒是可以抱一些懷疑 因為生了小孩的話 倫理怎麼辦 無所不能 對 所以我認為這個地方 機器人會成為 未來的時代尖端 真的 你看那個畫面 男生觸碰他 他就不喜歡才會把他推走 然後還有表情 還有感覺 所以難怪那個機器人概念股 秀給大家看 最近機器人概念股 長好一段時間了 漢城給點補充好不好 機器人概念股 你的操作建議呢 我覺得以這邊來看的話 還是要看業績的 那最近來講最強的 應該是屬於新漢 新漢來看的話 因為之前有傳出 跟鴻海去做一個合作 所以股價來講 算是非常強勁的 可是我認為說這種股價來講 追可能有風險 你可以等它壓回來 那可能獲利比較好的 可能就是在上銀 這種股票上面 那上銀來講 然後股價來講 可能還算是比較低位 界 把投資朋友可以留意 好的 我想機器人在台灣 你要看三檔的指標 第一個就是漢城剛講的 這個8034的新漢 因為它本身是在機器人裡面 它是做工業電腦的那一塊 那上銀本身 它是做機器人手臂 那497F IET 它是做感測器 跟夜視鏡 跟通訊晶片 其實你只繼續看 今天的新漢也好 或是上銀也好 497 英特爾也好 其實它們都展現強勢 那這是告訴你 這個產業將來 還是成為一個 長線操作標的 所以機器人是一個 未來的趨勢 但是如果男生 都娶機器人當老婆 那我們這些女生 怎麼笨呢 可以嫁機器人的老公 更強壯 OK OK 好 反正呢 這個希望未來世界 大家能夠有更美好的生活 與大家最佳分享囉 但是呢 明天的台北股市 會更美好嗎 今天重做之後 明天怎麼觀察 如果是往下面的話呢 如果是往下開的話 第一個大家就要先觀察 所謂半年線的指標 那如果反彈上來的話 要注意就是說 短線真正的強弱點呢 還是必須先以季線為準 那季線的位置 現在是在9250點左右 所以先要注意呢 短線上人氣 整個要轉強的話 這個地方還是一個 重點的觀察 那再來的話 既然是這樣的話 全止股今天沙盤的重心 也會是明天觀察的重點喔 那這裡面的話 包括鴻海集團 以及筆電相關的股票 都是重點的觀察 那這裡面包括鴻海的部份 105 106 這附近11線跟月線 都在那附近要特別注意 那再來筆電的部分的話 就是以所謂華碩的部分 注意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是短線的觀察重點 那還有就是 剛剛公佈業績的大力光 這也是短線的指標 那大力光的月線的話 在2425 所以這個位置 也是明天短線 能不能轉強的關鍵 那再來的話 就族群來說的話呢 基亞的影響 看起來有一點告一段落 所以可以看看 其他相關的股票 是不是能夠續強 那如果這樣效益 能夠擴散的話 就表示呢 整個8月份 還是以各股的行情為主 那基線呢 剛才剛才也談到 包括是在新漢的部分 那另外一檔的話 在最近轉強的高橋 也同樣是同族群的觀察指標 好 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囉 不過別忘了 今天的台北股市 是有國際壓力的 因為歐美股呢 有的都出現了頭部 繼續跌嗎 麻煩鎖定待會兒的 夜線新聞 今天晚上謝謝收看 祝你晚安 我們再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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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